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7點多鐘左右 在土瓜灣碼頭圍道和龍浦道對開的路面 又發生了一宗令市民相當震怒的警察暴力事件 話說當時有一班中學生就在現場做什麼 例如用粉筆在地面上寫一些標語 他們寫什麼?寫報仇 以及寫你支持的警察殺人了 以及有些人拿雪糕桶在馬路倒路 有些人拿噴汽來噴巴士 這些其實是很簡單來解決的 例如地上寫的粉筆字你不喜歡 倒一盆水就已經沒有了 你說那些雪糕桶擺出馬路 你就踢走它,踢到路邊 你說巴士被學生噴汽來塗污 你就抹掉它 抹不掉就更換步 你用一些很簡單很文明的方法 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你不去這樣做 永遠這班警察就是要用最暴力 最肉酸 最血腥 最令人發指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就不是解決這些問題 你是想解決那些人 你是想針對那些青年同胞 這樣一定是 因為你這班警察原來一早就埋伏了 在行人路那裏 然後就自機移動 當學生出來的時候 你就馬上來圍捕 就拘捕 那你拘捕 你就比較斯文 拘捕 你經常說自己是執法者 永遠就是要怎樣拘捕 你現在就被市民拍得到的片段和相片 你這個蒙面的警察 這個便衣的警員 首先你沒有委任證 這也不說了 你賤格到一個什麼的地步 你已經把那個女學生制服在地上 那個女學生動彈不得 已經是肉錘砧板上 動都動不了 你竟然這個八婆 你這個警察真的是人渣之中的人渣 你還要坐在那個女學生的背脊和頸骨那裏 你是不是瘋的 你做什麼事 有什麼事幹 那個女孩子做了什麼 她殺人犯來 她做了什麼 是不是砍你老母 奸你老爸 這些行為你怎麼可以做得出的 如果這是你的女兒 你這個八婆會不會這樣坐在她的頸骨那裏 坐在她的背脊那裏 會不會當自己的女兒當椅子坐 這些人是賤得無論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的青年同胞 他們現在出來示威反抗 不是反社會人格 不是反社會行為 本來是你基本法答應了有雙普選 現在跳票 沒有了 然後2014年的時候要落閘 弄了個831的框架 所以現在這些年輕人才出來反抗 大佬 你現在根本上 搞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針對他們 這麼小的事幹 你用了這麼嚴重的方法 你是在濫用自己的私刑來對待她 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這樣坐下去 你有沒有人性 這些人 你也有老爸老母生 你分分鐘自己也有子女 這個八婆 不知廉恥 當時在場的市民當然要拍下這些警察的暴行 將他們公諸於世 這個市民做得好 值得讚他 沒問題 然後你這個警察竟然在那裡罵市民 你罵他什麼 說不要拍 拍什麼 蟑螂倒露你又不拍 警察做事你就拍 為什麼不能拍 你這些警察不是經常說自己是法治捍衛者嗎 經常說自己是執法者嗎 專業執法為什麼不能拍 你這麼怕在鏡頭面前曝光做什麼 你既然覺得自己是專業執法 你就可以讓別人拍的 是不是 光明正大 是不是 為什麼不讓別人拍 啊 那些學生在那裡反抗有什麼好拍 拍你嘛 你專業嘛 你做得好嘛 成為世界的榜樣嘛 不能拍 就是要拍下你這些暴行 公諸於世 傳給美國 你這幫人 人渣之中的人渣來的 為什麼不認得 這樣來坐下去 當個女學生是當登坐 誰是做得出的 對不對 這是人類做得出的行為來的嗎 哈 就是 不要說你自己的女兒啦 就算一般的市民街坊你也做不出啦 是不是 大人大姐坐下去 一個小妹的背部 好了 接著 下午這個指揮官 叫做 什麼名字 鍾雅倫 有些人說你有這個美國籍 我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我查不到 可能是留言而已 這些低級警務人員未必有 這個鍾大警司說什麼呢 他就說警方一貫使用最低的武力去制服 當時他說那名的女學生是有反抗的 大哥大家看片都看到了 是不是 不是呀 達山已經坐在這裏了 比你已經是 還怎麼反抗呀 好了 接著他就說 期間也有一名47歲的男子 是襲擊女警 嘗試協助這個女學生逃走 但是女警在控制女學生之後 已經為女學生上了首扣 其後就沒有再坐在這個女學生身上 所以就是最低武力 這些全部都是藉口來的 就算你還沒上首扣 你也不應該這樣坐下去 不應該當一個人是當椅子坐 你根本上就將它物件化 從你那些警察口中說人家是蟑螂就已經知道了 一個人是應該這樣坐下去的嗎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體多重 多少公斤 這樣坐下去 只是一個十多歲的人 還沒發育健全 這樣就是殘害自己的青年同胞 根本這些就是反人類的暴行 這些就是侵害人權 所以為什麼香港要有一個人權法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不是你立的 是美國老立而已 所以你這群警察就繼續用這些暴力執法 你就看看市民服不服 你就看看青年服不服 很簡單 你繼續做吧 繼續激起民憤 這些就是 好地地你要拘捕 你要抓就要抓就要鎖就好地地去做 用不需要用到一些最肉酸的畫面 最噁心的方法來做 至於針對青年同胞的 就是何止那群香港警察 還有一個經常發表偉論來批評香港青年 那個就是美心 龐淑青 他今天就接受了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訪問 他又說了很多偉論 我歸納了三個重點 第一件事他就說到 香港沒有國民教育 他就說自從回歸以後 香港的教育局似乎就很離地 不知道香港就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 亦都是無意去推動國民教育 五大女士就認為 應該要鼓勵那些幼兒院小學的官校 就教導學生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以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老實說國民教育就不是沒有推過的 只不過就被市民出來反抗反對就取消了 我也說過很多次 你要搞洗腦教育 你就直接說你要搞洗腦教育 你就不要拿國民教育這些名堂出來 去餘木混豬 你想洗學生腦而已 你就想令到他覺得 自己的身份認同是中國人 而不是香港人 你就直接說 你就直接說 因為根據多次的民調顯示 越年輕的人就越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身份認同 已經很多次都是這樣 你不相信就看回 為什麼那些人會認自己是香港人 都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並不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我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 無論是教師 或者是那個制度 都沒有問題 那些學生非常明辨事理 反而有什麼問題呢?為什麼他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是因為你的國家出了問題 五大女士 為什麼你不回家問一下中國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的國家 不只是說繁榮昌盛 不只是說人民有錢 還要說你的國家有沒有人權 有沒有民主 是否尊重一個人的價值 這些你有沒有講求 你經常要別人認自己是中國人 你不用忽略這些普世價值才認 沒有意思 是你的國家有問題才不認 第二件事 他就開始連家長也批評了 他就說香港的家長 沒有好好地教導 子女正確的觀念 本身對中國的認識也不夠 即使是社會暴動 家長也不會怪責子女 反而就是怪責政府和警方 這些家長完全 就是非常正確 怎會說不灌輸 你想灌輸什麼的正確觀念呢? 是不是告訴你一個老爸老母要教子子女 你應該出道社會就要做奴隸 不要反抗 最好認命 是不是這樣呢? 這些就是正確觀念 對於你來說 是不是 就要依附政權 就要朝拜皇帝 你最想搞這些 是不是 坦白一點 不用說什麼叫正確觀念 人人的心目中正確觀念 都不同 我相信全香港絕大部分的人 就更加跟五大女士 所提出的正確觀念 更加不一樣 第三件事 他就說到 香港的年輕人對中國沒有什麼情感 而且有些課本的內容 和部分教師竟然是反中 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就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和教材反中 首先你說教材 教材的反中 沒有學校採納 哪間學校敢用 你舉例子出來 不要只是一口罵教材反中 為什麼那些學生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 不是因為教材反中 而是教師反中 那些教師怎麼反中 對不對 那些學生是有腦 你不要當學生是白癡 更何況的就是 那些教師根本沒有責任幫中國做啦啦隊 作為一個教師要對得著天地良心 去教學生的東西 不是上學就做洗腦教育 所以你也是死了一條心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